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密码就去世了 我试过很多次密码 没有一个是对的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我始终没办法取出这笔钱 直到昨天 我五岁的儿子随口说出密码 我瞬间就愣住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就用第一人称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了 我叫王刚 我很幸运 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警察之家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母亲是一个小银行工作的职员 生完我之后 就一直在家里待着 没有出去 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而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我开始记事起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一个中等身材 方方正正的眼睛后面 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的头发又黑又硬 一根根向上竖着 当他戴上警帽 穿上警服之后 真的是威风极了 他就是我的父亲 一位为人民工作的民警 工作中的爸爸 总是尽心尽责 是一个对待工作 非常认真的人 虽然他平时工作量很大 任务很繁重 上下班时间还不固定 但是只要一有任务 不管多晚 爸爸都会立刻执行 他的工作充满危险 因为罪犯们都是亡命之徒 记得有一次 他很晚下班回家 衣服上沾满了鲜血 胳膊用白色的绷带 绑得严严实实 有时为了抓捕罪犯 他经常要蹲守几个通宵 就连准点吃饭也是奢望 节假日加班 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将罪犯绳之以法 他经常要奔波各地 我和母亲都特别心疼 生活中的爸爸 虽然没有工作状态下的神器 但却是让我感到崇拜 又为之自豪的人 从小我就非常崇拜我的爸爸 经常会做出一些傻事 记得有一次 在爸爸睡着的时候 我偷偷地把爸爸的警帽拿出来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又用爸爸的尖章和妈妈的发卡 叠在了肩上 然后又把玩具箱里的玩具手枪拿了出来 走到镜子前面照来照去 对着镜子一会摆一个射击的动作 一会儿又敬了一个礼 爸爸醒来之后看见我的样子 微笑着帮我整了整帽子 语重心诚地对我说 戴上这顶帽子就要保护民众 你准备好了吗 虽然我对爸爸的话一直半解 但还是点了点头 转眼间 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年 我也成家立业 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年 儿子才一岁 原稳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父亲的意外去世 让这个小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天 母亲在厨房哼着小曲 炒着小菜 做了一桌子父亲喜欢吃的菜 这时候 突然电话响起 母亲正忙着切辣椒 她放下手中的菜刀 擦了擦手 快步走到客厅接通了电话 母亲接起电话问了好几次 电话那边都没有回应 母亲刚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 电话那边用低沉的语气说道 我们是警察局的 您的丈夫 在本次行动中不幸暴露 壮烈牺牲了 我们十分抱歉 还请您节哀顺便 母亲感觉 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她想 这或许只是个噩梦 等梦醒了 那个帅气的男人 又会出现在她的眼前 微笑着看着她 可是这不是梦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母亲瘫坐在地上 痛苦地流着眼泪 她多想自己也跟着父亲去了 我下班后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见心如死灰 目光死寂 脸色雪白的母亲 我立马跑上前去问道 妈 你怎么了 怎么坐在地上 发生什么了 母亲哭着说 你爸爸出任务 牺牲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就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一般 痛苦万分 大概一周后 他们召开了父亲的追悼会 我和家人一同前去 看着棺材里的景幅 心里很不是滋味 母亲哭着说道 辛辛苦苦一辈子 死了连具尸体都没有 后来 父亲的领导们走过来 给我们递上了一张银行卡 说 这是留给你们的东西 里面有七十万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请节哀 回家后我才发现 银行卡上没有密码 我问过父亲的领导 他说他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试了很多次 密码都不对 我一直以为 这些钱我是不可能取出来了 没想到三年后的一天 四岁的儿子说他知道密码 随口就说出来数字密码 我当时愣了一下 心想 这是儿子胡说的吧 这个数字 是父亲去世的时间 我当时就以为 肯定是儿子胡说的 父亲怎么可能会预知自己的死亡日期 再说了 我们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提过这件事 四岁的儿子怎么会说出这个数字 我感觉很奇怪 于是我拿着卡冲出家门 找到了离家最近的一家银行 我用颤抖的手按下了这个密码 没想到是正确的 我就问儿子 是谁告诉你的密码 儿子说 是爷爷告诉我的呀 我当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越说越离谱 我就问儿子 爷爷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儿子就说 昨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是爷爷打电话过来说的 我还不相信 我就去给母亲和媳妇说了 他们俩很震惊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时 老婆说 要不今晚再等等 看有没有电话打过来 要是有 我们就要一起问问他 于是我们就一起等 全身都绷紧了 十二点了 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 对面传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说 儿子 三年了 我要回去了 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们都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这是怎么回事 我突然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媳妇正守在我的床边 她对我说 老公 昨天晚上是有人打错电话了 母亲说 昨天接电话的根本不是父亲的声音 是有人打错了 是有人打错了 我不死心 又跑去问儿子 儿子挠挠头说 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呀 我瞬间就蒙了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我的幻觉吗 从那以后 我就发现母亲和老婆越来越奇怪 每次做饭都会多做一个人的 我很纳闷 而就在最近 母亲和老婆都会背着一个鼓鼓的包出去 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但是回来后包就空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又想到那晚的电话 我越来越怀疑 有一天 我看他们背着包出去 我就偷偷跟在后面 发现他们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房屋前 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就是父亲 我以为是我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 再次确定那就是父亲 我一下子瘫倒在地 老婆看到我后 把我扶起来说 老公 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那就是公公没错 我缓缓起身 跑过去抱住了父亲 我哭了 父亲也哭了 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并没有死 他只是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去完成一个任务 这次任务很危险 所以演了一出戏 打入犯罪集团的内部 从而彻底摧毁他们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去就是三年 任务圆满完成 父亲就回来了 但是父亲害怕 有漏网的人跟踪报复 所以一直没有回家 就先在外面找个房子 避一避 等风声过了再回家 父亲实在忍不住 对家人的思念 就在晚上打了电话 我终于明白了 父亲的使命 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今天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